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一起来做Cornet Pie 羊角酥或是奶油卷筒 外面是由圈层酥皮卷成羊角的形状 里面表上满满的Custard Cream 外酥内软 蓬松 很好吃 首先我们来准备Custard Cream 在个碗当中敲开鸡蛋捞出蛋黄 加细砂糖 盐 用蛋抽混合均匀 好了之后拿一个塞子 加入低筋面粉玉米淀粉 过塞下去 记得过塞来免掉颗粒 继续用蛋抽把它们混合均匀 直到顺滑为止 好了之后在一个锅当中加入牛奶 我们要用中火加热直到旁边边缘有微小的气泡 就可以立刻离锅 就可以立刻离锅 之后呢 慢慢的倒入这个热牛奶 记得要一边加入一边搅拌好 这样子才不会煮熟我们的蛋黄 所以呢 慢慢的加入 一点一点的倒 之后 把它们搅拌均匀 好了之后就立刻的把它们倒回锅当中 用中火来加热 加热的蛋黄呢 要不停的搅拌 来免掉一些颗粒 因为它的分量不是很多 所以呢一下子它就会开始变成浓稠了 要记得不停的搅拌 看到它texture的改变吗 很生气是不是 混合直到它们完全的顺滑浓稠 像这样子 提起来有一点的小尖角 之后就可以立刻离活了 加入香草精混合均匀 好了之后 把它们倒入另外一个小碗当中 铺平 放温一点了之后呢 盖好保鲜膜 记得要动到表面 免得它们洁癖 之后送入普通冰箱待用 现在我们来自制模具 要用到蛋抽 蛋抽的直径大概2.5厘米左右 首先呢 用铝箔纸来包这个蛋抽的外表 然后取出蛋抽 然后取出蛋抽 沿着它的形状呢 轻轻的包上油脂 鱼脖子帮助定型 油脂帮助这个面团不会黏在这个油脂啊 烤了之后 然后来把两端折入 折入之后呢 它可以锁定烤纸 就固定整个模具 好了之后 用筷子稍微让模具还圆柱型 所以呢我们总共要做8个圆柱模具 长13.5厘米 现在我们来准备牛油 无盐牛油一定要用很冷的 而且把它们切丁 这个食谱呢 非常需要冷的环境 所以呢把它们切丁之后呢 放入普通冰箱冷却待用 在这个当额 在一个大碗当中 加入普通中筋面粉 细砂糖还有盐 用蛋抽把它们混合均匀 好了之后加入刚才的无盐牛油 记得记得一定要冷 之后呢我不鼓励用手来捏 因为你看就算我用了手套呢 它还是很容易融化牛油的 一开始就融化了之后 会导致混书 所以烤出来是没有层次 口感很硬的 所以一定要开冷气做 用擦纸来把这些牛油呢 切入面粉当中 怎么切呢 就是这样子 一直压它 把它们压成小块 就压入面粉当中 压好呢 你是还可以看到很清晰 牛油颗粒的 我们要这样子的状态 好了之后 就慢慢的倒入这个冷水 加入一小部分 把它们混合 之后再慢慢加入 尽量都加在干粉的地方 记得一定要用冷水 要保持面团冷的 这样子牛油才不会融化 继续的混合 直到一个程度呢 可以用手轻轻的把它们推成团 记得我们不要揉面 只是把它们合成团而已 好了之后呢 就把它们包入保鲜膜当中 然后呢把保鲜膜折成长方形 之后轻轻的把这个面团擀到四角 好让它能够成为一个长方 现在呢你还是可以看到分明的牛油颗粒的 而不是融化的 之后就把它们放进普通冰箱冷却30分钟 好了之后呢 撒上一些普通面粉来防粘 把面团放上去 面团上也要撒上一些粉 之后呢擀面棍也是一样的 好了之后把它们慢慢的擀成长方形 在擀的当而呢 要不时少一些干粉下去 这样子来防止它们连在 我们的硅胶点上面 继续的把它们擀 擀长一些也要记得擀宽一些 一开始呢 这个面团是没有那么顺滑的 有一点会裂开是正常的 好了之后 刷走多余的面粉 之后我们来做第一个三折 好 好了之后转90度 之后在下面撒上一些些干粉 之后呢继续用擀面杖 把它们擀成长方形 一开始慢慢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擀 好了之后就把它们用擀面棍轻轻的擀成长方 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开冷气 因为一定要防止牛油融化 好了之后继续扫走多余的面粉 再做第二个三折 要少掉面粉 这样子出来的层次会更好 好了之后呢 现在面团是属于比较软的状态 所以就要包回保鲜膜 把它们放回冰箱 冷却30分钟 之后我们要重复这个步骤多两次 所以呢 最后总共会有六个三折 之后呢 建议你们在等待休息的时候 放一些冰袋 或是一些Frozen Packaging 之后抹干桌子再用 这样子可以保持桌面 非常的冷 现在我们要来重复它的步骤 把它们擀成长方形 少走多余的面粉 做第三次的三折 转90度 继续的擀开 之后呢 少走多余的面粉 做第四次的三折 好了之后又再放回冰箱 冷却30分钟 现在又再继续把它们擀成长方形 少走面粉 做第五次的三折 转90度 继续的擀开 少掉面粉 终于终于做了第六次的三折 之后呢 再放回普通冰箱 冷却最后一次30分钟 冷却最后一次30分钟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面团 开始顺滑了许多 比根第一次 好了之后 在我们的Couded Top上面撒上一些面粉 之后呢 我们要擀大过 长38厘米 宽16厘米 而且要擀成厚度0.4厘米 最好要跟着一定的尺寸 因为呢 它的厚度很重要 擀大过这个尺寸之后呢 再切掉旁边的四边 把它们切成38厘米 乘16厘米 一定要切掉 这样子帮助我们开梳 之后把它们切成8个长条 每条呢 大概2厘米宽左右 所以呢 一定要用扯枝来量 分好之后呢 包上保鲜膜 放上冰袋 来防干 也防止牛油融化 在我们一个一个包的状况之下 所以呢 我们要拿模具之后呢 边卷 边转模具 之后面团要稍稍的重叠在一起 就重叠在下面的部分 看到吗 一边旋转一边卷 卷到最后的时候呢 要稍微捏一捏面团 这样子它可以连在一起 这样就好了 继续的重复 直到弄完为止 所以面团如果 擀折的够的话呢 它是很顺滑 不会断掉的 所以到最后 会转大概6到7圈出来 是很漂亮的 所以呢 做好之后把它们放上烤盘 下面记得要垫烤纸 之后来准备蛋液 一颗鸡蛋还有两茶匙的水 把它们混合均匀 蛋液记得不要抹到底部 或是抹太厚 不然烤了之后呢 底部很不好看的 所以呢建议你们不需要提起 就这样子直接抹它的表面就可以了 这样子不会抹的太多 之后撒上一些白糖 给它一点酥脆的口感 这样子吃起来很好吃的 所以继续的重复 刷上蛋液 还有撒上白糖 这个食谱 这个食谱总共可以做八条 把他们拿去预热的烤箱 190摄氏烤25到30分钟 上下火不该旋风 在中程烤 烤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它膨胀了许多 那个层次一层一层的出来 烤的中途要转烤盘 让它们能够平均的受热 直到它开始上色黄金 之后回缩了一些 它就烤好了 烤出来非常的香 而且你可以看到层次 听到声音吗?很脆的 趁它们还稍微温的时候 就取出模具 让它们彻底的放凉 看到吗? 里面是空心的 非常的漂亮 而且很轻盈的 之后准备我们的杯 我们的奶油 还有这个搅拌器 是一定要冷的 倒入这个动物性 但奶油用低速来打发 直到它开始看到纹路 稍微它的尾端有一个小弯钩 非常小的 是属于中性发泡 倒扣没有流动性的 就可以了 取出我们的Custard 之后把它们稍微搅拌来松弛一下 好了之后 加入淡奶油 用轻盈的翻拌的方式来混合 非常稳固的 之后放入一个裱花袋当中 之后 之后就把Cream 泡入我们的甜筒当中 先泡一半 就是从两端 一段泡一半 把它们泡满为止 泡完呢 中间是有一个Star的 非常的漂亮 这样子我们的羊角书或者是Cornet Pie就做好了漂亮吗? 我很喜欢它的颜色 我很喜欢它的颜色 还有它的那个 它的Pattern 它的Shape很漂亮 真的是很像羊角书 而且上面呢 还有一点一点的白糖 听到吗? 是酥脆的 掰开来看看 它的声音酥脆 而且里面有满满的Cream 拉出来 现在我们要来品尝一口了 有听到声音吗? 非常酥脆的外皮 搭配个里面的Cream呢 非常好吃 而且你看到吗? 那个酥脆的口感 是从这个千层 我们所折叠那么多次出来呢 它的层次就一层一层的出来了 非常非常的好吃 而且这个Custard Cream呢 是蓬松柔软又不会太甜 所以搭配起来整个口感不会过于甜腻 外面酥酥里面甜甜的 很好吃 尝试做哦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